監視器鏡頭上下跳動劇烈搖晃 基隆市民等紅綠燈原本還很淡定 但是右手邊轉瓦突然掉落 嚇得機車逃著逃 汽車趕緊開走 還有兩棟大樓幾乎都快碰撞 到一起驚險萬分 監視器拍下有名富人 在基隆東信路口 因為地震搖晃而停下 但是下一秒自然水塔抖塌 大量的水侵盆而下 造成入口驚魂劑 還有住家後面的山坡落石滾下 土木技師到基隆過港路的社區會看 都可以看到黃色的大石塊 就這樣壓在後院 往後退一步看 走山近在眼前 彷彿下一秒一個不小心 就要被覆蓋住 而且基隆在4號開始 就可能會降雨 加上雨震 就怕土石滑落更加嚴重 其實從一早地震發生後 就陸續像是有機容易一路 和信四路口的房屋 半面牆掉光水管往外漏水 還有其賭區 百五街一棟四樓公寓 外牆整片薄落倒塌 正正好好卡在遮雨棚上 累積基隆災情建物毀損22件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11件 道路碎石土石橋樑災情6件 但索性都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TVBS新聞林真林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